不外乎就是多了一個K,K等於1,把這個K放在這個編號裡面 那你讓前面就多一個編號了 再來的話,如果要把它存成CSV,存成CSV我前面講過,不外乎就是 幾個步驟,第一個就是先建一個檔,比如說我要存成什麼檔 比如說這個檔的名稱 第一個你可以在下面先給它一個檔案 空的好了 然後我前面講過,我這個建議是盡量可以把它記下來,F等於Open Open的話,意思是說我先開一個空的檔案給它 那這個檔的名稱的話呢,也許叫什麼,這個也許我給它一個名稱叫 這個名稱的話,也許可以 配合這個叫展場資訊好了 然後呢,後面記得就是再把它寫出去 豆點,然後W 當然呢,預設值,它的編碼方式 不是UTF8,是CP90 所以後面如果假設你要存UTF8的話 你後面再加上encoding等於UTF8 不過我們假設沒有啦,我希望在Excel可以開的話,記得不要加UTF8 然後呢,F再把它write出去 所以你後面一樣 再把它write,write什麼呢? write一個你需要寫出去的一個 這個,這個字串變數 不過目前是沒有啦 不過我們先打好了 F,最後把那個F入鍵呢 把它close掉 因為如果沒有close掉的話呢 將來呢,它會一直保留在記憶體裡面 那變成說你 檔案就無法刪除 可能就 所以第一個,我們先產生一個S,把它write出去 那我們要怎麼樣可以建立這個S? 目前沒有嘛 所以我在這個回圈上面 增加一個S 蘭位名稱先給好了 蘭位名稱的話呢,也許第一欄叫什麼? 第一欄也許我叫做編號 所以這邊的話,也許給它一個叫編號的一個 第一欄就編號 然後第二欄的話,就是活動名稱 編號就是斗點 活動名稱 第三欄就是演出單位 第四欄就是70日期 第五欄就是結束日期 最後記得加一個換行 前面講過了 CSV,不外甩,就斗點斗點斗點然後最後換行 大概這樣子 那再來的話就是 我需要把 上面print到的東西 再串到S的後面 所以呢 這邊一樣嘛 S等於什麼 S自己本身 在串接这个print出去的东西 那理论上你可以把print的东西 把这一头到刮斧后面的东西 一直到前刮斧前面的东西把它复制 把那个print刮斧里面的东西 把它放到哪里 放在这个后面就可以了 串在后面 但是记得有个地方一定要变动 哪里呢 就是在刮斧刮斧的资料后面 一定要再加一个反斜线N 换行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没有换行的话 将来东西会全部串在一起 所以这个地方可能要特别小心 反正呢 这个栏位名称后面要换行 然后串接的时候尾巴要换行 那就全部串在一个S了 好那这样就完成 所以总共增加四行的东西 四行 所以这边三行 存档 然后再加上栏位名称 再加上把东西串在一起 对一个S 那有S之后的话就输出到这里 Rite出去就OK了 所以其实以后啦 反正呢 你要把什么样的东西 存到CSV 基本上就是固定架构了 以后的话不管什么 网页上面东西也好 你要变CSVOK 或者是XML 或者各种其他格式 反正要变CSV 大概就是这样子 好那把它print一下 理论上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那应该看到的结果 就是把这些东西都把它输出了 然后写到哪里呢 写到 这边有一个 哦有错误耶 又是CP-Juring 然后又是同样的问题啦 这个问题的话基本上就是 上一次一样 因为呢 unicode的字 就是UTF8的unicode的一个标准 它的字数 字元级比较多 所以呢 CP-Juring字数比较少 所以有些字对应不到 它就出现了 像这个是一个编码 这个编码它找不到 那个CP-Juring 里面有没有这个字 它找不到 所以同样的方法 如果你一定要储存的话 存成CSV 那当然呢 可能几个方法 要不就是说把这些字全部都把它删掉 取代掉 要不就是怎么样 就刚刚讲的 你可能在这边要加什么 encoding 哦哦 那不然这样好了 我干脆 编码就不要用CP-Juring 50了 我用那个什么 UTF8 但是你变成你必须要在后面加一个参数 叫encoding 然后呢 它的名称就叫UTF8 这样他就知道 可是问题 如果你这样存档 你用ESale开 就是上次一样的问题 乱码 OK 所以这怎么办 目前无解 因为这个是微软跟其他软体公司的问题 当然最好以后微软是不是就税因免疫 但是UTF8 不过这个应该不太可能 因为微软它也转unicode 但是它就是不跟人家一样 它就是用它自己的unicode标准 所以这个的问题目前是无解了 所以把它执行 好 那这样应该就不会出错了 那写出去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在我的根目底下 在C碟底下 原则上我是放在C碟底下 的那个Python 我这个路径 Python的2021这里 就会有一个刚刚存的展览资讯 然后打开的话 因为一时UTF8 所以打开应该是办 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上次有讲过 就是说你可能要手动一下 再把什么 把这个改一下 按右键编辑 然后呢 把它用记事本开之后另存 那存成ANSi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那说真的 这个当然目前应该是无解 除非什么样 除非那个微软跟Google合并嘛 说这应该是不可能的 谁并谁都不知道 它一样大 按除存 好 但是他会说 这个次元级 unicode比较多 所以如果你要存成ANSi 你次元比较少 次比较少 所以会有一些次会找不到 那没办法 如果你一定要存 那就只能 如果你一定要用ecell看的话 那就势必是要这样子 然后再把它打开 不过好像我印象中 这个问题有解释说 如果你的ecell版本 好像是比较新的版本 大概是office 365以后的版本吧 好像这个问题 就得到解决了 就是说呢 不管你开的是不是utu8 它就会自己帮你把它转换了 不过前提是 就是你必须要用最新的ecell 也就是说 如果你们公司没有钱买最新的 那也无解 OK 当然它新的版本会更新 有这个解决 但是旧的版本就是没有 OK 好 那大概知道一下这个问题 好 那打开之后你会发现 这个就很清楚了 编号 编号为什么从2开始 我知道了 刚刚有个地方我好像写错位置 为什么从2开始 因为k应该写在 k应该是写在哪里 写在它的下面才对 所以这一行不能先写了 这样 对 所以应该是放在那个k加1的上面 如果你放在它的下面变成怎样 它已经加了1之后 对不对 然后你再去 加了1就变2了嘛 对不对 那变2之后你填进去就变2了 所以那个顺序就会有差了 你要先怎么样 先放进去 再加1 而不是说先加了1再放进去 对不对 那顺序不一样 因为你加了1就变2了 那再写进去变2开始了 所以这个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 这个地方要特别小心 位置虽然不一样 结果也会不 所以再把它重新弄一下 那重跑一下应该这个资料就ok了 这个我想请各位 把这个地方先完成一下 这个还蛮常会遇到的 转换成4SB这个需求 这个重跑一下 好 那就重开一下 因为刚刚如果没有关 它就没办法再写 所以一定要把它关掉重开 这样就ok了 它又是UT8 一样的问题 所以按右键 编辑 用记事本开 那一样把它用ANSI来开 再利用那个ESEL 开就ok了 那一样嘛 从1开始了 没问题 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 基本上我们就 而且你会发现 在那个ESEL 里面看 真的是清楚很多 所以为什么人家那么喜欢用ESEL 主要真的是很简单 但是呢 也不是说所有地方 都一定就是都有ESEL 或者说程式部分 有的时候 当然也不见得可以用到ESEL 所以还是非得用程式的方式解决 好 那这里的话呢 第一个完成 那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可能要改一下 再来的话就是说 刚刚我们的资料怎么样 是从那个网路上抓下来 所以你会发现上面这四行 就是这样 info request 有没有 然后去get这个连接 得到了之后 用JsonLow 把它漏到List1里面 可是 如果今天我换了一个方式 就是说 我们把刚刚的这一个 策展单位的这个 这个档案我把它另存 有没有 我把它另存新档 存成一个Json的档案 我把它放在哪里 放在我的根目物底下 放在我的那个 C叠底下 这个Pi 我的根目物底下 有没有 然后存一个档叫做 read101.json 所以待会的话呢 如果我今天要换一下 换成档案的话 那该怎么做 那程式其实只要改 那个上面那四行就可以了 因为抓下来的东西 反正都一样 最关键的地方 第一个 如果你要练习的话 第一个 请自行另存新档 因为可能将来 不见得每个 就是每个单位 提供给你的资料 都是连结 他也有可能 直接给你档案 可能他跟你讲说 我寄给你好了 我email给你 或者我传给你 反正你得到就是一个档案 那就是一个连结 当然你也不可能说要求 你可不可以把它 变成一个连结 这应该是 太超过的要求了 除非说你自己在丢Server 问题也不见得每个单位 都有Server 所以呢 那我们就要想其他办法了 那怎么做呢 那怎么做呢 第一个 请各位先有这个档案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就是更改一下 那 改个地方 其实就是前面的四行 那这四行 其实就是 把它当档案开起来 然后呢 特别是要 第一个还是开档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把JacksonRow 加S 有没有 把它改成JacksonRow 就好了 没有S 所以这个 它那个命名的方式 是不是大概就 JacksonRow 是Row档案 JacksonRow S是一个 什么 S可能是不是一个形态 是Stream JacksonRowStream 因为 JacksonRowStream的话 是不是太长了 所以它就是 把它改成JacksonRow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意思 我用理解的 反正是不是不知道 反正就是这样也比较好记 以后的话 JacksonRow 就是Row档案 JacksonRowSt 就是Row一个字串 这样应该比较好理解 那另外的话呢 如果以后要存档的话 可不可以 存成Jackson 也可以啊 它另外有个方法 有Row 另外有个叫Dump Dump Dumps 那这个当然 后面我们再来看 而且正照考试 也会考到这个东西 所以一语两识 顺便讲一下 如果以后你遇到这个问题 也可以这样解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试看 那我刚刚讲那个CSV 的程式部分 一样在0601的 第几页 我看一下 这边就有了 第28页 那我主要是 加上这个 栏位名称 然后再加上那个 串接在这里 比较可能会遇到问题 就是K等于K加1 你不能写到上面去 所以我刚刚 那个顺序 K等于K加1 你如果写到 那个S的上面的话 那出来编号会从2开始 因为它加了1之后 先放 加了1 本来1加1 那变2了 写进去就不对了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还有就是说 因为它的那个 编码方式 可能还是需要用 这个encoding的YouTube bar 这个地方大概注意一下 那程式的话 在云端白板的 第28页也有了 所以如果假设 你要参考的话 可以从这边看